- 明顯就是發球這排球發的不好 - 已經大概對這個摩爾摩克鋪了兩三個了 - 這個摩爾摩克鋪的進攻打得非常好 - 因為正好面對直線是女隊員,他沒有攻直線,他反而去打了一個對角 - 出其不已 - 對,對方可能也沒有想到對方會打對角 - 二十 - 這樣羅伯森和摩爾摩克拿到第一局的局點 - 但是分差也比較大,第一局應該勝負是沒什麼懸念 - 哦,往前的失誤 - 羅伯森感覺這第一局第一個失誤吧 - 剛才我還想說這球在他手裡,他的失誤很少 - 這排球是已經判斷到了,打得有點著急了 - 看著馬上第一局要贏過來了,是嗎 - 羅伯森的前方還是稍微晃了一下 - 羅伯森的前方還是稍微晃了一下 - 但她也就是很短的,兩局在前方還是有比較 scary - 而是 ist it so long - 希望形成這樣一個隊形更有所謂的方向 - 而我的參賽者相當比較好 - 因為女隊員的進攻會比較弱一些 - 如果她往前可以為自己的队友製造出機會的話 - 她在往前可以為自己的队友製造出機會的話 - 男小學的後場會有比較好的得分能力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了 是21比15吧 男老觉得这个第一局 双方的总体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就是泰国这个选手 开局的时候打得不是很理想 这样就直接造成 这个比分一直被压的 就是四分五分 一到后面也没有 这个对手也没有把这个完全拉开 感觉这个在技术章天回来 好像有一点要追分的势头 可是马上被对手又压住了之后 泰国这队组合整体上 他打球可能就这个风格 不是那种气势很好的 以前也是看过 这队泰国组合的比赛 很少见到说两个人在场上 特别积极啊 又喊啊 那种杀气十足的那种表现 不多 防守 今天这个防守 泰国这个选手防守也不是很理想 两个环节 一个是往前的速度压不住了以后 造成很多防守的情况 在防守的也不是很理想的话 这样丢分就会比较快 总是感觉像这俩人的表情也是特别闷 感觉不在状态 第二个比赛 太队也不是李宁赞助的 教养赞助的 现在李宁赞助的还是比较多 他可能不是整个队伍赞助的 我们来看看第二局 看看太队先生的整个状态会不会有所感激 还是这个防守上 其实罗伯森现在这个杀球不能算是威力很大 但落点还是不错 老板上的开球选手借钱很便利 看场机会 其实双打的进攻啊 除了力量以外 其实落点和限度其实有时候更加重要 你杀得很重 对方如果说准备的好的话 可能这个回来的球更快 自己反而被动 对 所以算啥球 哎呀 7 is over 2 1 萨拉迪感觉刚才这一下是犹豫了一下 往前准备着呢 实际 哦 现在现在 这个就 这个就 欧洲选手也是 他那个女选手 他往前 呃 往前逼得很快 嗯 2 3 3 3 1 3 2 4 3 4 2 4 3 4 3 4 可以造成主动 甚至直接拿分了 所以双打混双啊 这个特别呃这个 发球真是很重要 嗯 特别是混双 混双 对到 呃女选手 或者是男选手 对到男选手接发球的时候 嗯 这个发球是 这一关是 难度比较大 对对对 相对是 有时候 会有些心理影响 嗯 因为男选手 发球的时候 他会 靠得比较厚 去发球 他这个这个 球的飞行距离 比较远 嗯 给那个接发球的人 造成一些 判断的时间 嗯 女选手呢 对到那个 男选手的时候呢 嗯 也有些 比如说是 男选手接发球 比较凶 他可能会 对女选手的 这个发球有些 很大的压力 这个球是 看到有失误了 7比2了 这第二局 一开局 呃 英格兰队队组合 又开始 把比分拉开了 这比第一局拉开的还早 好像 他们 打的没有任何办法 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这个 现场的 教练的话 你会 嗯 给他们想点什么办法 这首先 应该把这个 我觉得这个节奏上面 要要变化一下 如果说是 要么我速度加快一点 嗯 从切发球开始 清理器中间加快点 然后 干脆 现在 像现在这种节奏 也可以试一下 嗯 把球给你打 把球 把球的速度给缓下来 嗯 嗯 总之 总之你是要想一些办法 要 要做变化 因为前面已经太被动了 这个球 打了 9比2 哎 这是一个 算是个不错的机会啊 其实 目前来说 罗布森很少 很少出高球 嗯 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你往前 特别是你队员往前封完 没有必要了 往后退 嗯 应该是出电了 但这球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 稍稍出了一点 嗯 就把往前抓住了 多抢一抢 才有机会 否则的话 你全场都在背着 嗯 嗯 泰国这队组合也是连追了三分 这几分都是我往前拿了分 嗯 泰国这队组合至少这段时间注意控制这个往前